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快点 等永年你是个叛徒 你居然出卖自己的从事 你会受到惩罚的 昊明君 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当然认识 她是我爹的义女纠绝 很好 有你的指认最好 你就是地下抗日组织的成员邱雪对吗 你好 邱雪小姐 我们已经找你很久了 你我又见面了 带走 走 快点 走 何英俊 我们可以走了吗 不 好戏才刚刚开始 你怎么可以走 颜松军一直在等你 他会和你一起看完这出戏 请吧 老赵 你跑哪儿去了找你一整天 我刚来这不久 对咱们这儿的村货不是很熟悉 这不 一有时间我就到附近几家走访一下 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韩队长 找我有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一是崔宝正同志找你 说是给你送书来了 你不在我就帮你收了 一会儿到屋里去拿 二呢总部首长来咱这儿开会的日子临近了 为了首长们的安全 编宝工作组的同志已经到了 要对我们这里所有人进行一次证审 这两天呢你不要跑得太远 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 好 我知道了 老赵 你怎么找崔宝成教你政治理论 他只是个连长这种事情 你应该找他们指导员呢 我不是跟崔宝成同志合作相对比较熟悉吗 对对对对 学习政治理论应该找指导员 不错啊 走了 将军阁下 我们抓住了邱雪 嗯 很好 邱雪是地下抗日组织的重要领导人 只要撬开他的嘴巴 也许我们就能抓住尖刀 听说于浩明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我想借这次机会对他进行考察 有结果吗 他表面很冷静 很沉重 不错 但我能感觉出来 他其实很紧张 想在掩饰什么 邱雪见到了于浩明 有何反应 他很冷淡 看不出任何破绽 要好好利用这个邱雪 明白吗 明白 你根本就不明白 他身上背入我国军六百多号弟兄的性命 一个叛徒都比海原 比鬼子更可怕 我张铁城只要活着一天 我就要找到他我要杀了他 为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弟兄们报仇 没有人不让你报仇 可是 你要分清事件的轻重吧 什么轻什么重啊 你们八路军首长的命重要 难道我弟兄们的命就不重要吗 对 你这儿的抬抗是没有原则性 我张铁城的原则是杀鬼的 我绝不喊我 但有仇不报翠君子 那还有句话呢 叫君子报仇时间不晚呢 你别跟我查这些 我没说不帮你 但一定要先找到我要找的人 那你要是死了 我找黄花菜都凉了 那你就找别人去 还找我这个死人干什么 我看你就是死人一个 没有你 我一样能行 你去啊 就你这德仇 跑不出去不去被鬼族抓毁 再赴盈利了 你到那儿去报仇吧 我用不着你管 你去报你的仇啊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你一直看见你 及昊明已经等了很久 他知道这是日军对他的心理战 让他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 在这种状态下 人会不经意地露出破绽 严嵩四郎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相信秋雪不会屈服 而这是令他最为疚心的 因为一旦日军从他的口中 得不到情报 很快会将他杀害 那他将无法面对自己 和年迈的父母 严总军 请问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刚跟老师汇报过 老师说这个案子时关重大 让你帮我 我能帮你什么忙 华明俊 如果有一天 你我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会怎么办 你预感到这一天会到来了 你的幽默用的不是地方 你的假设好像也不是很恰当 跟我一起神殉秋雪 你应该知道 我跟他的关系 我应该回避才对 你必须参加 这是老师的意思 传道将军要你一直参加这个案子 肃清地下抗日组织 直到抓到那个代号叫 剪刀的地下抗日组织 监刀的地下抗日组织 抓住剪刀 很遗憾 我没那个本事 我可听说你们五名日军军官 都倒在他的枪口下 何况是我 四个枪手要暗杀你 不是也被你轻松地击退了吗 你很了不起啊 你能不能派人通知一下百合 百合 我怕他为我担心 百合的事你不用操心 百合的事你不用操心 不要搞得人心惶惶 看谁都将特务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你 我这都是为了首长安全吗 首长要知道你这样做 是不会赞成的 这也没办法 就要彻底检查 不然肯定会有坏人在暗中躲藏 现在抓的这个 一直说自己是好人 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而且说要将我们上告首长 说实在无限他 那就让他告去 我看见了首长他能说什么 再去神识他 修雪小姐 听说你去过太原 向那里的地下党送去过情报 接触过尖刀 告诉我 这个代号想尖刀的人 到底是谁 我知道 你们中国人对我们怀有敌意 认为我们是侵略者 但这是误会 我们进入中国是要拯救你们 建立大东亚共荣权 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只要你们不反抗 我们是不会杀人的 我也希望采取和平的方式 解决问题 反抗是没有用的 只能激起相互间的仇恨 造成双方更大的伤亡 合作才是出路 怎么样 你还是好好劝劝他们 说 说 你要是不说 这里所有的刑具都伺候你 住嘴 我又没让你一张口 黄明君 我请你来不是让你来看戏的 我是金明慧会会长于后马 也是你的家人 尽管你们不接闹 但这是事实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交代你的问题 不然的话 你会很受罪的 一个女人 没这个必要 你 没了 再试试 不要再扛 没人能扛得过去 说吧 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想不到 想不到 她的骨头还挺硬 了不起的女人 探军 我看她坚持不了多久 黄明君 你说呢 我很佩服她 你的妹妹 比你有骨气 我让你自己看 我来 我 你 我 啊 太军 人昏过去了 豹明君 看样子你很痛苦是吗 不忍心啊 是 为什么 他是地下党 如果他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能忍心吗 你清楚他现在的身份 我想告诫你 你的言论对你不利 依次亲身实践的经历 抵得上上百次的告诫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 抓我吧 我 我 我 太军 你看他 他太没礼貌了他 说走就走 一点素质都没有 你给我滚出去 打 继续给我打 直到账口为止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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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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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他找的 宇航明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可疑 有时候我也怀疑他就是尖刀 但是从感情上 我真希望他不是 毕竟他曾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又是百合的丈夫 百合和他生活了好几年 难道就没摸清他的底细 这一连爱中的女人至上是最低的 何况他是那么的爱他 回来了 他们没把秋雪怎么样吧 你知道了 我去找过你 颜孙军告诉我说他被抓起来了 是 当时我也在这儿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会伤害他吗 那不是伤害 是酷刑 百合 我不能昧着良心 假装冷血无情 看着自己的亲人 在一次次的摧残纵哭好 我真的很痛苦 后面 你的样子让我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我也是地下的 不是 我害怕我会失去你 对不起 百合 我不想伤害你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难受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难受 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看住他 是我的错 别这样说 这跟你没关系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我去求叔叔吧 求叔叔放过他 不 你不能去 不要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可前些天他还在这儿 以后 有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难过 昊敏 我们真的不能帮帮他吗 在这里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 而帮助他们唯一的途径 就是赶走侵略者 我根本帮不了他 你 别装神弄鬼的了 你没事吧 伤口还疼吗 用不着你关心 你回来干什么 报你的仇去啊 我弄了点红薯 吃点吧 我饿不死 韩队长 出事了 我们在村外隐蔽处 发现鞭绑那两位同志的尸体 什么 走 带我去看看 老少 你就别去了 赶紧查他周边有没有什么可疑分子出入 是 走 是 大老 你人们儿心眼怎么那么小 至于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不会抛弃你的 我先是晓着他 晓得就知道自己的点破事 别嘀咕了 不过咱俩谁想完成自己的任务 前提是得活着找到想要找的人 鬼子肯定知道咱们没死 不抓着咱们 他们是不会死心的 因为咱们知道他们的秘密 你是说那是不对 他们害怕我们会把情报送出去 那是一定的 铁长 我托你个事 我知道 如果你死了 让我一定帮你找到你们的人 把情况告诉他们 你死不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可我真的会拖累你 那儿咱们谁都跑不了 别跟我说这个 你是我兄弟 我还是那句话 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就是死 咱也得死在一起 不 咱不能死 至少有一个得活着 至少有一个得活着 那会儿鬼子还是我教的 要是叫他们混到根据地去 给部队造成损失 那我的罪过客就大了 好 我答应你 还有 如果我死了 帮我给家里带个花 别说了 怎么开口就是死要活的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那么想死啊 我跟你说 以后别在我面前贴死字 再提的话 我可什么都不答应你了 没想到 我能有你这么个国军兄弟 是啊 我也想不到 有一天会和八路军成为朋友 来 来 老夏 等等啊 老夏 对不起啊 等一下 你好啊 老夏 我叫赵尚武 刚调到警卫队工作的 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啥情况 今天白天 你有没有发现陌生人出现啊 我打草就在地里干活 别说陌生人 连熟人都没见一个 好 那你叫什么呀 家住哪里啊 俺家李治 家住吴家屯 你到底有啥事啊 一早你这儿出门了 连村里人都没有见过你吗 对啊 咋了 没啥 我份都没有想到 我给你加 выз你 也没啥 那先筛rol 希望你 tror一下 啊 一点都只欧 这时个已经森子啊 了 需要 若不出意外的话 太有嫌疑 这个李治我认识啊 本本分分的农民 他会是潜伏的特务 编保的同志是被什么武器袭击的 他们身上没有遭受 遁气袭击的痕迹 应该是被对方用拳脚致死 两个粗壮的汉子 被人无声无息地放倒 这个人动作很麻利啊 二位所长 这里目前已经不安全了 我建议立刻更换司令部住址 怎么 一个突发事件就要转移司令部 那也太让我小瞧你们警察赢了 这要让那些特务知道了 还不需要点打牙呀 怎么 就这点事情就难住你们了 赵双武不是抓特务的高手吗 你就不想说两句啊 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 秋雪被捕 让于昊明深陷痛苦之中 那一生生凄惨的安明 如同利刃刺穿了他的心 多少次他不断在问自己 为什么没有将他营救出来 而老顶山上的秘密兵营 与日军C计划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贾海天为何在西音八路军总部首长的照片 昔日的战友张铁成 是否成功脱离战俘营 这一切疑问都令他近乎到了 窒息的边缘 我就觉得他用来致留医给我 说是尽快 Que着水 没进入冬的 不是 因此 在这里 请用 San Tiny 我们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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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不过 比较 小心 天成 不用管我 你先走 这样下去 鬼子来了 翻身也跑不了 起来 我逼你 天成 少啰嗦 大春少佐 山上搜索小队 发现敌人行踪 什么情况 检锋发现逃跑的战俘 是两个人 春妇 是两个人 若不能俘虏 就地击毙 冲铺 若不能俘虏 就地击毙 快速跟进 快把我放下 别让我拖雷银 放下我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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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我不行了 怎么了 天成兄弟 我真的不行了 你快走 不 不 我不会抛弃你的 你从来就没抛弃过我 是我心眼小 不想看见你这张老脸 快走 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不 我说过我们都要活着出去 快走 别让我死的没有意义 来吧 走 你说什么 还要让我去跟他谈 对 他们拥挤了所有的手段 可秋雪他还是不招 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我想你一定知道他的弱点 对付这种女人 一定要抓住他的弱点 老师是想要我去软化他 不错 可是这些人是不讲个人情面的 对他们来说 组织永远是第一位的 为了组织他们可以去死 所以我这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在他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 可你们曾经相爱过 也许他还在挨着你 好 我试试 不能进去 是川岛将军让我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 滚 你这个罕见 我知道 在你眼中 我就是一个罕见 是个叛徒 可是你知道 我当年为什么会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吗 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百合 其实不是 是因为绝望 中条山大战 国军几十万的部队 可是面对日军几万人 一夜之间 战还没怎么打就兵败如山倒 我也稀里糊涂的成了战俘 我心想 既然国民政府没有了希望 我过些自己的小日子总行了吧 就这样我崩溃了 屈服了 有你们的话说我当了汉奸 可是我并不后悔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做 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至少可以烧死一些人 呸 你也算中国军人 你根本就没有战斗下去的勇气 什么是勇气 我来告诉你 勇气来自动力 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 希望和绝望 如今的国民政府腐败不堪 根本就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只有绝望 住嘴吧 我真觉得你很无耻 对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无耻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好死不如赖活 活着 是最重要的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时的样子 你的父母死后 父亲把你领到了我家 那个时候 真的很快乐 我记得有一次你受人欺负 我就找上门去 把那个人给打了 为了这事儿 人家招上门来 人家招上门来 父亲把我狠狠地打了一段 让我罚跪 你在一旁看着 哭了起来 我安慰你说 这没什么 我是你哥哥 会永远保护你 你还有脸说这些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感到愧疚 其实有很多话 我都想对你说 可是每次见了面 我却都说不出口 那个时候 就知道喜欢和你一起玩耍 可是长大了我才知道 我们两家的父母 曾经为我们指父为婚 父亲是个重情义的人 但不想违背承诺 只想让我们尽早完婚 可是我一直都把你 当做自己的妹妹 从来就没有别的想法 所以我才拒绝了你 那是我第一次 违背父亲的愿望 后来我出了国 遇到了百合 我知道 你恨我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 余昊明为什么对他说这个 人的感情是软弱的 余昊明是想软化他 太军 这有用吗 是过才知道 这余昊明 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 舅舅 我对你是有愧的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痛心 他们让我来劝你 但我知道 这对你来说没有用 你也不会听我的 因为你跟我不一样 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但他们跟我说了 如果你不投降的话 就会杀了你 我来找你 就是想告诉你 你还有机会活下去 因为我不想看着你去送死 人故有一死 或住于泰山 或亲如鸿毛 我为抵抗侵略而死 死得其所 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但任何人 昧着良心做事 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中国人要的是骨气 而不是苟且偷生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太军 太军 看来这个女八露 是真不想活了 结果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没人了 余会长 余会长 我听说那个叫秋雪的地下党被抓起来了 是 难怪贾海天这两天那么神奇呢 这回他可是拍照日本人的马屁了 让他拍去吧 对了 他写那些八露首长的照片 到底做什么用 查清楚了吗 没有 不过我手下的那帮兄弟啊 一旦得到线索 就会向我汇报的 我知道了 也会马上通知你 可得盯紧点 我们可不能当笼子和瞎子 别到头来 什么风光的事都让他抢了些 你我在皇军那儿就真成废人 这个我心里有数 余会长 晚上没事就一起喝酒去呗 不了 我还得回家陪太太 西瓜兄 你都已经邀请我几次了 实在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带着弟兄们好好乐乐 算是我请客了 不是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怎么能让您余会长掏钱请客 就是请也应该是我请 不行不行不行 也好 要不我就 我 既然余会长这么关爱兄弟们 也不能搏了余会长的好意啊 那我就收下了 我带兄弟们谢谢您了 好 那我去了 好 听说你去过太原 接触过尖刀 这个待会儿叫尖刀的人究竟是谁 尖刀为了C计划一道长治 我们都要积极配合他 必要的时候 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尖刀的安全 尖刀是谁啊 暂时不能告诉我 目前他的身份 是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 尖刀表面的身份 一定不会让鬼子轻易怀疑 难道 我是新明慧会会长于浩明 也是你的家人 鬼子为什么让他来审讯我 只是单纯想利用我和他的亲人关系软化我吗 或者 以我现在的身材我也没脸简单 但是总有一天 我会勇敢地面对他老人家 暗杀行动前 他已经把我们识破了 开枪的时间 选择得恰到好处 我暗杀他 他一直没有举报 一个汉奸是不会这样做的 剑刀 他一定就是剑刀 他竟然是自己人 如果他就是剑刀 哪怕是付出生命 我也要保护他 你认为于浩明对这个女人 是什么心态 我觉得他对那个女人是有感情的 我还见过他对秋雪动手动脚的 太军 这些当初我跟您汇报过 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 今天他们的谈话 你有没有听出什么破绽 我觉得他的话里有所暗示 暗示 什么暗示 这个我还没想明白 他们会不会是在故意演戏给咱们看 演戏 我也说不好 反正 我觉得他们很默契 你说于浩明他会不会想办法去救秋雪 你还别说 真有这个可能 是否อน爱 他这个作人 也许多得不义 这次的战口 她说一个不想吗 你用这个战口 感谢观看